我现在基本上等于天天都得喝红酒才能睡觉 谢谢啊 这么严重 你没有喝到红酒成了安眠药 我跟你讲 豆先生 因为你喝的红葡萄酒都是给女士们喝的档次 还有什么档次 你要真正喝那种熊男壮男的这种红葡萄酒的话 比如说 还有这个分别 什么红葡萄酒是壮严的 这就是新大陆的 新大陆跟土壤有关系 对 因为说喝点智力呢 或者是加州呢 尤其是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的红葡萄酒 最好的红葡萄酒是Seras 我们估计讲是辣子 最好的它是带皮 一种是按照手工做下来以后 如果成了半年以上 你瞧瞧 你网上喝一瓶 别喝一瓶和半瓶 别睡觉 一夜睡不觉 我到澳大利亚一区 天天网上市民 我以为怎么会泼咖啡啊 网上不敢喝 后来澳大利亚那个 那个卖酒的跟我讲 他说你是不是天天晚上 喝红葡萄酒 我让他吃的 澳大利亚的红葡萄酒 比咖啡还厉害 天哪 你试试看 有了这个红色尾哥的效果 是吧 可是顶多我看效果 也只能三个月 因为这样合法 三个月 你又会睡下去 对啊 习惯了是吧 所以还是用我朋友 拉一招 他是这样 喝红酒也睡不着 吃药也睡不着 吃完药喝酒 你先吞两颗安眠药 你要喝酒 保证你一睡不起 但这个很容易出色 一睡不起 很容易出色 这个家伙 一睡不起 我就是很多人 就是吃完安眠药 再喝酒 下场通常是什么 比如说穿着睡衣 上街大喊大叫 或者是半夜起来 烤了个蛋糕 然后到白天 把它吃完了 自己都不知道 甚至烧炭 烧炭就好了 对 你说这个 我有个视频 可以给你看看 你知道现在 他们有那个摄影队 做那个实验 就是人的反应 就比如说 丁老师 您知道这个年轻人 喜欢泡夜店 您知道有一个现象 叫捡尸体吗 他可能不知道 捡尸体就是你 喝醉了 在台湾 就那个照片 我看了 就是说这个小姑娘 你那男的 你开着车出去 街上酒吧门口 竟有这个 喝躺地下的 那个小姑娘 你可以把它扛上车 扛回家 带回家 美其名预 捡尸体 对吧 说这捡尸体就有现象 他们先在纽约 做了一个测试 就是说 找了一个扮演的 一个女的 喝醉了 穿的也挺暴露 躺在街上 看看美国的这个男士们 怎么 解释 援助他 对吧 结果发现 美国人还真是挺 挺高尚 就是说 大多数吧 基本上都是 你怎么回事啊 什么帮助你啊 帮你送回家啊 或者帮你通知谁啊 然后呢 他们在中国呢 也做了这么一个实验 你可以看看这个姑娘 假装喝大了 看看中国的男人 我们怎么样 都去报公安 是怎么解尸体的 我们来看一下 看他的下场 是这两个城市 对 什么地区 来 来 来 你给我车吗 你给我车吗 哎 师傅 走吧 上 上 上 好 我说 来 等我早啊 小车也都没这儿了 他这个手送到哪儿去了 手在腿上的吧 自己的腿 还有别人的腿 这很快 你瞧 这是送酒店去了 你这是弄酒店 拽着这女的 要给她开房 进了房间了 这是唯一唯 然后呢 然后呢 给她脱鞋 你看 好 这女演员还挺会转身 来一个武术动作 一腿弹过去 男生 这是男生吗 工作人员 该进来 OK 这个有点趣 这个有趣 丁教授看来要举杯庆祝 这个有趣 觉得自己学校 也可以做这种社会实验 不太真实吧 刚才这房间有四个镜头 高 低 左右有四个镜头 你去偷拍 不可能装这么多镜头 但是呢 我的确发现 很多男人就借女人酒醉 这个话题很有意思 就是说 咱不能当女的 女的当然不是傻子 对不对 可是呢 为什么我真的身边 很多男人就跟我讲 女人呢 甚至我有时候认为 女人是不是羊醉 就本来这一夜情啊 是你情我愿 但是是不是有些女性 似乎她认为她有一个 喝醉了的理由 就更容易接受 很多男的 她的实践经验就告诉我 就女的清醒 很难上手 就是 就总得把她喝 喝大了点 你说这是 丁教授您喝这么多年 也是这方面 这个事情在东方 比西方应该多一点 因为西方这个社会里面 比较自由 比较开放 这个我们在澳大利亚 有听澳大利亚人一句讲 特别在英国 我在爱尔兰 因为他们很多移民都那儿来的 她说女士们喝醉了 不认为是太 你在喝醉之前做的事情也可以做 喝醉以为也可以做 但是我就发现在日本 韩国这些比较传统的社会 女士们要做一点放弃性的事情 她只能以喝醉了酒以后 作为一个借口 她不一定真的喝醉了 喝醉了酒做的事 讲的话动作过飞一点 OK 老司机 而且里面有一个真实的作用 你说女的没喝酒以前不容易上手 她可能有些理由不让你上手 比方说嫌你醉 她喝了酒就根本看不清楚你 多醉了都觉得都一样 都长得像彭于燕 然后她可能嫌你穷 喝了酒她也忘记了有钱没钱 所以你喝酒以后她不让你上手的理由都不在 所以就变成真空状态 真空状态你就上吧 所以你知道我现在觉得 其实他们老讲情怀 我觉得更有决定性的 我老爱讲状态 它是个状态 不光女的要喝 我也要喝 因为我现在发现 像咱们这个有厌世倾向的 很多时候尤其你这个知识分子 你太清醒了 你跟女的很难达成这个柔情蜜意 不是你不想打算 人家不理你 我也不想 人家不理你 有时候觉得这个没有幸福 不是你的意思 是这个酒并不是让把女人灌 这是把自己灌 对 然后胆子就大了 不是叫胆子大 而是啊 有一种这个美好的朦朦胧胧的感觉 人呢也比较容易释放一些心里边的情 我跟你说像咱们这样的 就是完全清醒的状态下 你就是说这个我爱你 我跟你说我都脸红 我就觉得扫闷大眼的 没那个 我是有这个激情 但是有时候我心里也有一个锁 打不开心扉 有的时候我们俩来点 哎呦 这下就互相就能够很容易进入到这种谈恋爱的这种幻觉当中 你要想进入 我们亲个嘴吧 你要想进入这种状态的话 当然最好的效果是喝葡萄酒 尤其是红葡萄酒 如果说在亚洲最好的状态就是后那种我们中国的那个烧行黄酒这个系列 在日本就喝清酒 为什么呢 因为这里面有很有趣的 就是说你看那个日本人为什么就是说有那么多在喝酒之前 没喝酒之前 政见为主 规规矩矩矩 是吧 什么掌幼啊 什么真言啊 一大堆 日本人干的最荒唐的事情 都是喝了酒的时候 对 当然是他们喝的不是我们讲是离行酒 喝的就是清酒 因为清酒有这个效果 清酒你能喝的时间很长 你能慢慢的喝 而且清酒喝过以后 在你脑子里面能够留下持续的 是 那种迷迷糊糊 是 半醉半嫌 是 也没到不能够自己 但是呢 平时不敢讲的话 平时不敢的表达都来了 对 因为这个清酒是从中国的烧行酒过去的 烧行酒里面 没进过蒸馏 它总是留下了很多的生活化学物质 使得你容易 我们讲就是以前中学 喝酒 容易上头 容易上头 对 容易 容易受益 原来是这样子 难怪很有道理 因为一般好像觉得黄酒跟清酒都是容易上 都有效果 而且你能够睡很长时间 没有 重点有时候是说喝酒有没有喝醉 怎么交心 或者说放肆都好 我觉得都很容易看到 比较尴尬 难以处理是什么 第二天起床 先别说身体上喝醉 第二天起床 不管是男女 比方说起床你发现睡旁边没穿衣服 大家很尴尬 要处理 然后这会算是男人 我记得北岛好久以前有一个短篇小说 两个人有利益矛盾在办公室 喝了酒交心 哥们 兄弟 我对不起你 不 我对不起你 然后讲了半天 第二天睡醒了 回到办公室 还是你见到我 我见到你 重点在于说 那些利益矛盾 没有解决 还在那边 然后还在那边 那你可是昨天好像交了清了 很尴尬 怎么办呢 怎么那个 是大家来杂装 昨天晚上的交心 道歉没有发生呢 还是往往会变成了冲突更深 我会计算的更深 所以这说明你还是比较认真的香港朋友 像我们北方人对这个现象早已经 老走一半 我跟你说 昨天什么事都没发生 我跟你讲一个 我跟你讲一个特别有意思的 就是中国有一个著名歌星 我们俩呢 就是当年关系挺好 男女的 男的 男的 还是个帅哥 就是他喝酒有名的 就是一喝能喝出双重人格来 就是所谓咱们叫断片 丁老师你断片吗 我不断片 我也不断片 他断片 他断片就能真的昨天没发生过 就是我当天晚上从香港到了北京 好 我们在一个酒吧里 我们在喝酒 这个人要喝醉的酒啊 他本来是个帅哥 很清醒的 一喝了酒啊 媚眼如丝 整天晚上在我这腻了 一晚上就跟那个激情四射 哎呀 就是他今天晚上就变成了我的情 我的情妇 他在诱惑你 不是 他似乎喝了酒之后啊 他就变成了一个 这天晚上就一直这么抱着我 就踩着了 我不管跟文道说话 还是跟嘉辉说话 他就 他也听不见别人 不是 他绝对是异性恋 就是他就听不见别人了 他进入了一个人格 就是他喝大了以后 他进入一个人格 我估计这个人设就是什么呢 他今天晚上是我的女人 因为他的表现完全是这样的 可是 第二天 下午 什么都忘记了 起床 我碰见他 他说 你什么事 文头 你什么时候从香港回来的 对 这是真事 就我觉得他有断片 但是问题有意思的是 断片之后 他会出现另一个人格 其实我觉得这个 说不定人人都是这样 就我常常觉得 大普人 这种大普人 真的是 大普人 很多人我们常常说 酒后土真情 酒后土真情 这句话后面假设的 那个人格的结构 是同心圆 就我们人格是一层一层 剥洋葱的 我最外围那个是虚假的 然后喝了酒 一层一层吐露出来 才是真的 但是其实我觉得 不一定是这样 我们换一个想法 其实只是人格是多重的 喝酒打开的 只不过是其中一格 就你面对不同的人 也未必就是最后一层 也未必是最后一层 也未必他比较真 但肯定不是最外面一层 没错 我们平时是最外面一层 就是某年某月的某一天 就像一张破碎的脸 就人格其实是破碎的 就很多 很多元的 而且我实际上 人格就是洋葱 人格就是洋葱 你或许可以从光明一点想 因为喝酒了 放松 有时候会让你把一些 没想通的事情想通 比如托尔斯泰 讲过的最伟大的一句话 那是俄罗斯人 当我们俄罗斯的作家 讲过的最清醒的话 都是醉酒以后 对酒以后 这个逻辑 俄罗斯的人对酒 跟我们中国人对酒 可不是一个档次 我就在百景机场 看俄罗斯人 怎么叫喝酒 我以前自己 因为自己就可以了 这是 这个是二十年以前的事 三个人 一看样子 也不是工人阶级 一看样子 也像个自治分子样子 从百景机场 我然后飞回香港 我们都是在那个 下面一层 候机 这三个人 进来以后 也就三十多岁 穿着一副西装 跟你差不多 没在领带 就是很潇洒的样子 冬天啊 就站在那个柜台上 每人要了一瓶 红新牌 五十六度的二度头 每人一瓶 当场 那个卖酒的 以为是要带回俄罗斯 他说不 他不会讲中文 就手把他撬开 撬开以后 每个人站那个地方 什么都不吃 三个人聊天 把三明女后的景观 然后上飞机了 半个小时不到 我在发现看这个 非常皮肤大 一点都没有反应 那才叫俄罗斯人 做俄罗斯人喝醉 至少要有三瓶 而过头 五十六度 你知道上次 我们去莫斯科的时候 我才知道 他那个真是尸体啊 就是有些人 就是醉死街头 因为俄罗斯 那个冬天了 太冷了 就每天早上起来 莫斯科街头 就很多冬死 就冬死的 就他能喝到这种程度 所以我觉得 有时候这个喝酒 这玩意儿啊 它是个人生状态 你知道我脑子里一下想起 我过去看过一个电影 就尼古拉斯凯奇演的那个 叫两颗绝望的心 就讲在拉斯维加斯 一个酒鬼 我也看过 就是你说 人有那么一种力量 就是我要喝 然后呢 我觉得那个不仅仅 用饮来解释 甚至咱们说 魏晋南北朝 就你讲这个流灵罪 他们那种 就是照死里喝 坐这个牛车 装着全是酒瓮 然后留下一句话 说哪天我喝死了 就地把我埋了 你说 闻到你说 他这是求什么呢 求死啊 还是求 不求死 就是我觉得还不太一样 琉璃跟那个 你说的那部戏 还不太一样 两个绝望的戏 那个是一个 他要努力的 把自己往下拉 就别人觉得 那叫做无限制的堕落 但是对他来讲 那是唯一的出路 唯一的解放 唯一的解放 心灵的解放 对 要不断的把自己往下 但那个往下 他其实是很有勇气的 那是要冒险的 你不知道人的底下 还有什么 一直所谓的 大家觉得所谓的堕落 不力图振作 这都是负面的 我们所有觉得这些东西 都是一些很消极面的东西 对不对 一个人老想把自己灌醉 老不想振作 觉得他是无所作为 恰恰我觉得相反 这是要一种作为 而且是一种很厉害的作为 这是要花力气的 我想你尤其讲到 这个魏京南卖朝 这些伟大的这些文人 当时对他们来讲 实际上有好几种寻求同样效果的 我们讲喝酒 还有湖来 我们喝了很多 还有湖山 就是走向宗教 都是要 你说的这个是 对 您说这是往上走的 其实我在中国社会里 我其实我不大喜欢那些喝大酒 或者撒酒疯的人 现在我们的朋友都是很好的 就谁也不会勉强谁 但是实际上我过去 在中国社会见到的 太讨厌了 所以我认为酒啊 有可能让你往上 但是也有可能释放你的恶 就是有些人你明显觉得啊 平时伟君子 平常啊 对你的那个满满的恶意啊 他没法释放 他只有喝了酒 找到了一个合理性 就说我操 妈的我操 我就看你不顺眼 你知道吗 就会弄出这么一种 但是还有一种情况 就挺尴尬 就是我有一个男的朋友 这哥们他挺有意思 他怕他的这个女朋友啊 这个喝酒 因为呢 他就说就是说 他清醒的时候 就平常清醒的时候啊 减刑的是个贤妻良母 就特别好的那种 温联公俭让那种女人 他说我真是最烦他这个喝酒 因为每次他一喝 一喝醉了 就没没没 像咱们这微醺啊 他说女的一喝醉了 他觉得那个嘴里说出来的那个话呀 让他听得太 就是说 哎 人 有些人是不是心里有一种逆反人格 就是说 你讨厌什么 我就说什么 你讨厌什么 我就说什么 你讨厌 我说前男友啊 我喝醉了 我就跟你说前男友啊 你讨厌我什么 就是好像他就说这个女的怎么 我这么好的一个女朋友 每次一喝大了 就跟我 他就简直我就摁不住他 然后嘴里说的是那些 我清醒了之后 都他妈讨厌的 不行的那些话 你说 那种叫SM人格 就是 烈带狂嘛 我明知道讲什么 你不舒服的 就偏说 可是喝酒很麻烦 你自己麻烦 你陪别人喝 喝出问题也麻烦 我很少看到我父亲哭 我记忆上终身评两次 一次我以前在节目讲过 就是当北京天上人间倒闭的时候 我父亲就哭了 因为他说一辈子 可以理解 你知道吗 我说一辈子 因为父亲就是个伟人 不是 因为他没去过 他一直迟带我发了财 带他去一趟 他久仰大名 可是后来 我一来我没发财 二来天上人间倒了 他说我这辈子 真是九十年的事吧 九十年前 十几年前 十年前我还是没发财 你父亲就是 心中的圣地沦陷了 这是他觉得 是他一生的伤痛之一 我第一回听 除了天上人家老板之外 还有别人为他的倒闭而哭 他很惨 他第一次 其中一次见他哭 另外一次更早期 我记得我在国外读书 然后回香港放假 看他 有一天下午 看他哭 为什么呢 他接了电话 他在澳门 一个很好的朋友 一个报社的老板 死掉了 原来是什么 我问我妈怎么死了 看我爸浩涛大哭 他说什么呢 那个朋友就是喝醉了 什么什么掉进河里面死 你知道 你要死之前呢 有点说他细杀了 因为肝癌 喝酒喝多了 那我父亲哭什么呢 因为他总是觉得 是我把他喝死了 是我把他喝死了 因为我父亲 不晓得为了什么理由 每个礼拜去澳门一趟 我妈也不敢问他 什么理由 到澳门找天上人间去了 反正在澳门呢 都是跟着朋友喝酒 我父亲酒量好 然后据说 就每次就惯那个朋友 喝喝喝喝 后来最后那个朋友呢 肝癌 肝癌就治三 所以就觉得他害了他 这个 他这后续 还是你这个爸爸的朋友 后续还是没笑啥 我们小时候 在农村里面 那个知青年夜的吧 知青 知青 我们那个生产队长 他有个习惯 他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 就是待人夏天 干活嘛 他去大寨 很累 那个营养也不好 他转让第一件事情 就是一起来 有个第一件事情 是把他那个 卧室里面 那个桌子上 那个放酒 那个地方倒下来 就是宿口杯啊 那宿口杯 倒半杯 就一口火 然后带人夏天干活 一直干了很长时间 结果有一天 不知道发生了 一个什么样的错误 因为那个农村里 那个房子里面 没有灯在 黑的踏步 转让是五点钟嘛 家里人收拾 住宿的时候 把他原来放酒的地方 放了一瓶没油 都是一样的瓶子 他也就倒下来 闻都不闻 就一口下去了 没油下肚子 那就在这样打滚啊 震灿啊 没油下肚子 什么感觉 就是肚子里面 就是起火了嘛 就打滚嘛 火烧嘛 那千万我们花边火柴 他就找要成灯笼了 然后呢 他喝死子鞋的时候 最有趣了 他当时已经是升官了 当了大地书记了 他死子鞋的时候 也是干涮啊 农村里 喝的都很差的久 然后心里的干部 都来看他的时候 你知道怎么回事吗 他那时候已经不能讲话了 然后就把手一手 挥一挥 对自己儿子讲 儿子 那个底下人就说 我们来看他 为什么要不走啊 儿子不是的 但我爸让我带你们去喝酒 看看我这下场 这是一个活得彻底的人 这是个活得彻底 当然是喝酒 喝到到家的人 求人得人嘛 真是求人得人 求酒的酒 你 闻到也是 也爱喝吗 我不 我现在极少喝 我基本不喝 除非外面 吃饭有必要的时候喝 因为我们学佛嘛 对不对 因为我已经 我曾经很喜欢喝酒 但是我后来发现 喝酒真的会破坏我 就所谓破坏 破坏一个父教心态 破坏就是对佛的一种心态 对因为比如说 因为我学禅 那我 因为我禅修 谢谢 那你尽量让自己清醒 要知道自己的情绪 自己的意识 自己的 在想什么 在什么状态 喝酒对这个 真的是有影响 真是有影响 真不了这个状态 有一个 有一个净土宗的 一个老和尚 他就倒跟我讲 说佛教过去 一直讲几大戒 杀到淫忘酒 他说但是呢 第五个这个酒啊 不是前 跟前面四个 他也扬成叫 所谓遮戒 对前面叫根本戒 就是杀到淫忘 是根本戒 他说酒 为什么可以遮呢 他说这个 你要想他的本怀 他的本意 本意还是怕你喝酒乱性 对 不利于你的修行 对 但是你知道吗 我们有一个佛教里头 有个很有名的故事 就讲一个小沙弥 他就觉得 他反正酒是遮戒 不是根本戒 他这个戒的原意 就是不要让你乱性 那所以呢 你喝点不乱性 不就行了吗 然后有天他就喝 喝着喝着 你知道喝酒啊 就到了不太会喝的人 到了一定程度 哎呀 喝高兴啊 喝爽了 就接着喝 继续喝 结果喝醉了 喝醉了之后呢 他就出门瞎逛 然后呢 看到一家大户 觉得挺有意思 想进去看 就偷偷跑进去看 偷偷跑进去看呢 就看到一个佛珠 还是什么 觉得挺好的 想都没想 拿下掏自己兜了 先犯了偷戒 结果被一个婢女发现了 那个他就 打这个婢女 打这个婢女 后来觉得这个婢女 袖色可参 枪奸了他 犯了淫戒 那就完了 他被人发现 然后杀了他 犯了杀戒 然后最后出门 被人撞戒 然后死活不认 又妄语了 五届全饭 四届全都饭完 所以你看 我就说 酒为忘了 这个酒 其实我都不认为 我是喜欢喝酒的 我觉得就像你说 酒不给我带来什么灵感 酒也不能够让我怎么着 我主要是觉得 就是说 我见了很多 你看 咱们在外国 您像您说 您在西方喝酒 它基本上还是 好像享受的 因为我在中国的酒厂上 见到的更多是人情 人际 关系 就是我过去 有一个想不通的 就是喝醉酒之后 我感觉到很多人 我就觉得有点怕 就是我才认识到 他心里是什么 比方说 你就会从这观察到 中国人 最怕别人瞧不起 清醒的时候 他会遮 他遮住了 喝酒 你看 就是 丁哥 这么多了 总有那句话 总有那句话 你别瞧不起我 是不是瞧不起人 你是瞧不起我 有时候 你要酒不喝 酒桌上最喜欢 说的一句话 什么事就来了 你就注意到 他在乎的是尊严 面子 你给 而他这个面子 又是一种 自卑感上的面子 就是自卑感上的面子 我见太多这个了 中间很多 你说面子 还有倾泻到权力关系 不过我觉得 是不是你刚才说的 那个现象 就是说喝酒之后 整个人都变了 是不是表明 这是个挺压抑的 一个地方 平常清醒的时候 很压抑 清醒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 自己挺没尊严 都觉得自己 是一个很没脸的 一个人 都是受屈辱的人 日本人有点心 日本人的 日本人的等级制度 太严格了 平时一共都是 这个楼四一样 淋到那儿淋的 喝了酒以后 才能放开 中国也是 中国比他们好一点 但是所以喝醉酒 就喜欢讲说 你是不是瞧我不起 他清醒的时候 其实很关心这个问题 是 而且就是 你要按你这么说 我就诊断我自己 我觉得我可能压抑很小 就是因为我就喝到 你不压抑病就行了 还压抑很久 我就喝到醋了 我跟现在 没什么太大两样 我就没有什么 他们说 所以我老认为 喝酒撒风是装的 我要不是碰见 那歌星兄弟 我一直就认为 这帮孙子 就是借喝酒 你知道吗 故意泄私愤 你知道我就很讨厌 这种现象 但是后来我发现 有一种人 的确是酒精 出在另一个人格 他一下 释放另一个 我喝酒 就是相反 我不喝酒的时候 经常讲一些 很狂妄的话 刺激人的话 我一喝酒 胆子又好 又谦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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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什么人得出来 你这个都中人可太恐惯了 酒瓶子里没有酒的时候 我那时已经到了一种 温凉公简然的地方 真的这么严重 你这个压抑的太 以后醉了老金转不过来了 已经 那只能说明 他清醒的时候 发泄的太多了 这个太自由 好好好 来来来来 日本人是反的 对 看过一个电影 就尼古拉斯凯奇一眼的那个叫亮和绝望的心 他反正的纪我是遮戒 不是根本戒 甚至咱们说魏晋南北朝 就是你讲这个流灵罪 他们那种就是照死里合 二里刚文化的 二里头文化 八十年代叫走向未来从书 是 就说那个耶稣啊什么五顶二鱼 就是说领盛餐 领盛餐你喝的那口酒 这世界很酷 好